大家好 有话有反映过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买的蟋脚篮回来 养护没有多少天 这个花苞还没开始打开 就开始花花花的掉下来了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最稳妥的养护方法 避免它提前掉花苞 首先第一个就是给它做一次保护 因为蟋脚篮改变环境之后 它的抵抗能力比较弱 所以我们最好用这种戴生猛星 避免它到了一个新环境 抵抗力变弱 受到续菌的感染 我们最好用戴生猛星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给它喷湿两到三次这个叶片 三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 第二个呢 不要给它换盘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给蟋脚篮换盘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受损 吸收养分就会受阻 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第三个就是不要给它大量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蟋脚篮吸收水分的能力 也会变弱 所以我们只要保持土壤有点微微的湿润就可以了 如果土壤太过于干燥 我们只需要用喷壶 然后在土壤的表面给它喷一点水 保持有点微微的湿润 不要给它浇得太透 第四个是不能给它施肥 如果这个时候给它施肥的话 会加速它的根系腐烂 这一点呢 大家很容易明白 我们买回来之后 应该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来给它缓苗 缓到10到15天左右 然后呢 再适当地给它增加光照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卸转栏调花包的一些原因 我们下期再见